放羊的猩猩刘和娜整容整到那张脸三尖八角!网民,外星眼,插死人的下巴近恐怖! 还记得那个嫩到出水的刘和娜吗?那时候的她可说是美的水灵,小小的婴儿肥猛的不得了! 当初爆红的放羊的猩猩时隔十年终于重拍,勾起影迷们不少的回忆,当初的女主角刘和娜的近况也被扒出来。 近日就有人在微博上PO出她的近照,与十一年前相比,她的模样改变了不少,连脸型也变贱了, 因此有不少微博网友质疑她在脸上动了手脚。 刘和娜近照在微博上疯传。 有网友六日在微博上曝光了数张刘和娜的近照,只见她把头发染成咖啡色,虽然已经年过三十,但保养的一个她,肌肤依然白皙紧致,除了有些许眼带外,脸蛋完全没有一丝细纹,完全不像是已经生了小孩的妈妈。 但与2007年初演放羊的星星的她相比,除了发色上的改变外,她的眼睛从单眼皮变成了双眼皮,也褪去婴儿肥,脸型也变贱了,从过去的紧色少女转变为成熟女人,看起来非常有女人味。 放羊的星星刘和娜变尖脸,双眼皮。 照片在微博上引起疯传,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,不少粉丝看了纷纷惊呼,完全认不出,和记忆中的夏之星根本不是一个人,更有人质疑她在脸上动了手脚,引起不少热力。 不过也有部分粉丝随即跳出护航,都过了十几年了,当然会不同啊,可能只是截图角度关系,但无论如何她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。 刘和娜经常会在IG上晒出生活照。 事实上,刘和娜在演完放羊的星星爆红后,逐渐将演移重新移到韩国。 2009年曾凭极著松药局的儿子们夺得新人奖,但随后就先少推出新作品,直到2011年时和棒球选手李荣归公开恋爱喜讯,同年12月17日善婚,就此淡出演艺圈。 2013年生下儿子,就专心在家乡夫教子,期间不时会在社群网站上晒出生活日常,看起来过得非常幸福。 而她在淡出演艺圈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,是2011年客串的《对我说谎试试看》。 网友留言。图翻设字微博。 放羊的星星流和耐灯热搜。图翻设微博。